各位聽眾,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這一節我不是很想說事事 不過也是跟香港的政局,香港目前的情況處境有關係 我想說說留下來的人,他可以做什麼 因為事緣,我經常都說,看我的影片的朋友 他可能會越看越不開心,不是源於我 因為香港的政局,我就將香港的政局,經濟局面,社會問題 在我的YouTube上說 很多人說,你離開了,你不說這麼多這些,幹什麼呢? 其實我內心有一種這樣的想法 我想我的觀眾聽眾都會同意 就是你離開了才是正正是一個理想的地方 說,因為在香港如果說這些問題 就會可能會遇到不同的困難、危機 甚至會有很大的法律風險 我說呢,大家也可以用一個比較 覺得他遠來的地方相對比較安全 聽聽我怎樣去分析這件事 不過又越聽越不開心 因為似乎在香港,樓下的人好像沒有什麼出路 所以有些朋友,在我這兩天去講關於香港的問題 越講越嚴重的時候,他們就覺得 我可不可以說一下,我們在香港可以做什麼 有什麼出路 我強調呢,我只是一個普通人 我又不是什麼指路明燈 我真的說不到在香港樓下的人 可以有什麼出路 不過你可以做什麼呢? 令到你可能身心上沒有感覺到那麼痛苦 或許,我可以提一些方向 好嗎?待會回來詳細說一下我的看法 各位,今時今日你還可以自由地上網 但是現在有,不代表永遠都有 虛擬私人網絡VPN是今天上網的必備工具 介紹我用開的NOT VPN 它可以保護你的私人,隱藏你的身份 NOT VPN在全世界60個國家 總共有5400個服務器 沒有人可以追蹤到你在哪裡上網 也不會影響你上網的速度 一個戶口,全家大小可以六個設備一起使用 用底下這個網址,關鍵詞是SAMNGX 你就可以拿到很大的折扣 訂購兩年,最便宜是港幣32元一個月 還有一個月免費 30天內不滿意的,可以全數退款 向你推薦,挺好用的 當然有不同的聽眾觀眾看到我的影片 可能有不同的反應 例如有些人說 你都離開了香港,你還說那麼多香港人做什麼 我看完這些回應 我覺得是很可笑的 很多人是用簡體字寫的 我覺得是很可笑的 離開了就不能說 那哪個法律規定呢? 為什麼不能說呢? 你說我講什麼 講英國,講其他國家 很多都有的 不過未必是按照你們的要求 或者你們怎樣去講 不過我看看重要性 或者我看看我有沒有獨特的觀點 如果沒有,很難就這樣講 我昨天講的影片 又講經濟的事情 香港經濟有很多出現的困難 問題 但是特區政府的官員 財金官員 中聯辦的官員 覺得香港 形勢不是小好 不是中好 而是大好 你要跟現實差距很大 那我就提醒大家 你自己看清楚 看路 現在這樣的情況 不要聽別人說話 你有什麼打算自己想清楚 我有些聽眾有這樣的回應 他說我是支持你的 但是有時候每次聽到你說 看路 或者有什麼打算自己看清楚 我只可以說一句 我是沒有能力走去移民 以及沒有能力改變現時環境的人 除了照顧好自己的生計 已經沒辦法了 真的很深呼 好像我選錯了路線走 希望你也為 在香港沒有能力的人 的方向上一下 我不知道這位朋友 講法的意思是 我說這句話 看路 你有什麼打算自己想清楚 對他來說 是造成一些傷害 令他的心情更加壞 因為他覺得自己沒有能力 也沒有打算走 所以留下來在香港 你說看路 看什麼路呢 自己有什麼打算自己想清楚 有什麼打算就是 留下來繼續捱 有什麼出路 你可不可以想想出路 或者你不要說話 令到我們這些沒有出路的人 會更加心傷 看什麼路 都沒有出路 如果他真的因為我這句話 而令到他們真的有這個 不開心的想法 我就覺得 在這裡向他們自怯 沒有辦法 因為 老實實 你要我 說香港 有什麼出路 或者留下來的香港人 有什麼出路 其實我真的說不到 正如 離開了香港的人 是否每個人都很開心 是否離開了才開心 留多了又絕對不開心 我都完全不同意 如果大家聽我這個頻道的時候 都知道我完全不是這樣 因為各自有不同的選擇的人 他也會遇到不同的困難 你猜 都沒有準備好 又或者谷種不是很多 又或者來都處處碰壁 很不適應的人 你猜來到英國 來到其他國家會很開心嗎 一樣是不開心的 所以他們是選擇回留的 所以我經常說 你無論是離開也好 留下也好 你離開了又想回去也好 我覺得 沒有問題的 這個不存在面子的問題 那不是好餘嗎 而移民到中途都沒有拿到居留權 你就要走了 那不是好餘嗎 有什麼餘呢 錢也沒有 可能 或者很不適應 很不開心 天氣也好 有什麼不存在餘不餘的問題 只是人怪自己 你沒想清楚 你就離開了 連根拔起 所以 你問你叫我 為香港沒有能力走的人的方向 想一下 應該做什麼 或者我稍後詳細 可以說一下我的看法 可以做什麼 另外 也有朋友 是這樣回應的 這位朋友 間中也跟我聯絡 他是說留下留的人 他首先 在香港發生的新聞 可能他看到我說 或者他自己也看到 例如你在巴士的椅背上 所謂圖鴉 寫了一些字 被拘捕了 說他煽動 不單止 穿了衣服 又說他煽動 在Facebook 留了言 《革命無罪》 做反有理又說他煽動 現在動一點就煽動 他說 心哥 其實樓下的人 真的十分煎熬 面對日益嚴峻的法治 其實法律 哪有法治 經濟日差 生活壓力越來越大 有能力走的都走了 剩下來的香港 就是聽聽話話的新移民 有利可逃的藍絲 小粉紅 以及犬如生活的人 這一點我完全不同意 我不同意 留下來的還是有些很積極的人 我經常都表揚他們 或者說他們 在很客奉 裡面 做到自己 能力所及繼續做的事情 他認為有意義的人 能夠貢獻服務給香港人的事情 不少人是這樣 我的朋友還在 簡單地說 好人佔的比例越來越少 新法 殺氣騰騰 班官必須交功課 必須擦存在感 野心勃勃 不夠定力的 就是為生活而同流合污 在香港信耶穌的 就可以變得 開始變得 站在惡魔的旁邊 做惡魔的事 都有解釋 說自己是迫不得已 這四個字 已經成為了 今日香港生活的新常態 人人開始變質 變德 變心 人以道德 開始變誰大誰惡 是非可分 但不分 留下來的人的生活 還有什麼選擇呢 首先我覺得 心態應該是怎樣 不好意思 我離開了 有時我會覺得 我不應該去指點點 樓下樓的人應該怎樣做 不過當有人問我 我就盡我的能力回應 我離開了的人 盡我的能力 做到一些 跟香港繼續聯繫的事情 讓香港人 留下來香港人 可能不敢說 不想說 不願意說的一些說話 令到他們可以知道 香港局可以怎樣看 發生什麼事 之所抉擇 樓下樓的人首先第一點 你要搞清楚 你 是 沒有能力走 不過是想走 不過是沒有能力走 還是 你有能力走 是 願意樓下樓是不想走的 或者第三種 我沒有能力走 也是不想走 OK 好了 既然 你最後的決定是不走的 就必須 面對香港現在的現實 你要做樓下樓的人 就要做樓下樓的人 要面對要搭著土地的現實 那個現實就是 香港的確是越來越差的 政治上越來越差 法治越來越差 我剛才說了兩天 我很生氣 連中度智障 嚴重智障的 同學的學生 有聽眾告訴我 她有女兒在這些學校教 她說很多這些人 都是一些很基層的人 甚至有些南亞裔的人 每天父母都是胃口奔馳 沒有能力 沒有辦法 沒有時間教她的小朋友 她的小朋友很不容易 在特殊學校裡讀 慢慢墊入街景 能夠照顧自己 有自理能力 不是百分之一百 可能有些事情是做不到的 但有些事情是慢慢做得到 看著她的進步 進步得很慢 由幾歲開始 由出生開始幾歲 一直大 都是看到有些進步 你還用一些政策去搞他們 父母看得到真的很深奧 是不是 也有說 你提起那間學校 我小朋友在那裡讀 你會看到這些日益敗壞的情況 你是很無奈 很憤怒 你不能面對 你不知道怎樣面對 日益敗壞 看到這些情況 那怎麼辦 這就是香港面對現實 The worst is yet to come 最壞的情況未到 是越來越壞 你必須有這個心理準備 你必須要承認 情況是越來越壞 不過你仍然是想留在這裏 那你就要面對越來越壞的情況是怎樣 第一 第一 你不要想著香港可以回到昔日 那些好好的日益 沒有了 沒有了 在可見的將來 甚至我説 我的有生之年 我已經打成輸數 是不會回到頭 這是第一 你不要有不切實際的幻想 第二 你只能夠 面對越來越壞 越來越壞 越來越壞 的情況 對你來說 有限的空間 如果你覺得 看到那些新聞 我絕對不會贊成 大家不要看那些新聞 做了一隻快樂的小豬 做了一個快樂的港豬 我不贊成 我覺得你要知道 不過你看完之後 你心情很惡劣 正如2019年發生的事 很多人就說 我看得睡不著覺 我看得有情緒病 我就叫他 你不要看了 或者你看一次 你不要不停滑 你不要看得通宵彈彈 你不要看完又看 看完 知道 放下 你會生氣 你會憤怒 你不要憤怒那麼久 睡到一會兒 然後去找一些 你認為有小確幸的東西 你認為開心的去做 很多事 香港很美 行山很美 有些好人好事 去感受一下那些 不要只看負面的事 不要這位小朋友這麼說 聖下來的 是聽聽話話的 新移民 有利可圖的藍絲 小芬紅 和犬如生活的人 不要這麼悲觀 剩下來的還有很多好人 不是好人 結佔的比例 越來越少 我認為不是 不過 在香港的無環境下 以前好人有很多 2019年的時候 有很多好人 大家守望相助 今天全部都 躺平了 好人不敢 路上 因為路上 可能會有風險 但那些好人仍然存在 仍然未走 而仍然留下 是有的 是有待大家去發掘 那你如果聽到 做到 看到那些新聞 那些新聞你覺得不開心的 你不要看那麼多 看小小 蓋上去 去找一些漂亮的風景 看看 去走山 去令到自己覺得有些幸福的東西 好天就走去曬太陽 下雨你可能就是 看一本好書聽聽音樂 OK 或者看到好的電影 現在香港也有 暫時來說也有很多好的電影看 對吧 那你說不想消費 行不行呢 那你自己決定 有限的錢 可以享受多些 讓自己開心 我不會 我不會道德主義地說 喂 這些不可以做 每一個人 我不能夠離開了這麼遠的地方 我當然我自己的選擇 就不會做 即使我在香港 我離開這麼遠的地方 我很難去指 指手畫腳 說三道四 說你不應該做什麼 你應該做什麼 沒有意思的 你自己決定 可以嗎 找一些令到自己快樂幸福的 小小的東西 我覺得這是令到自己 調整心情的一個很重要的方法 在香港我經常說 仍然有很多人 在做一些很有意義的事情 現在你說黃店 黃色經濟圈 玩完了 我覺得仍然有一些 黃色經濟圈的黃店 的食肆等等 值得你去支持 搭多兩個站巴士 搭多兩個站地鐵 搭多兩個站地鐵 光顧一下他們 他們未必熬得很久 讓他們可以熬久一點 可以嗎 找一下有什麼 令到你的消費更加有意義 不只是想著北上吃便宜的 令到你的消費更加有意義 在過程中可以跟老闆 跟老闆聊天 問他日常的情況 未必他敢跟你說政治 因為他不知道你是什麼人 問他日常的情況 問他生意如何 要多給他一些鼓勵 這也是有意義的事情 大家互相幫助 互相打氣 這些樓下的人是可以做的 也只是樓下的人可以做的 我可能在隔個空 就是月陽 相差九千多里 可能收到一些收不到 但你們實際 光顧幫到他們 可以做的 樓下樓的人還有很多人 在自己的崗位 在自己的能力範圍裡面 各自努力 而且做得相當不錯 我經常說 你不要只聽YouTube 不要被動地聽 何況更何況 YouTuber 什麼人都有良友不齊 也有很多不同的動機 我不會評論 其他人 不過有些 我的行家 真的做了很多 他離開了主流傳媒 離開了主流傳媒 但他很有心 他真的拿自己的負積 去做一些蚊營的 網上的媒體 做得很專業 也很出色 但每一個蚊營的 網上的專業團體 專業的新聞媒體 都不約而同地 面臨同樣的問題 就是看的人越來越少 遇到的財政壓力越來越大 這些全部都是值得支持的 你給多少支持 你都會歡迎 我經常提到法庭 在這些 2019年發生的案件 現在陸續上庭審訊這些大案 四十七人案 判了 陸續求情 我覺得他們做得好得不得了 現在免費給大家看 不過他們經營很困難 黎智英案 蘋果日報案 立場新聞案 也快要判了 還要做其他案件 現在主要的新聞的戰場 其實是在法庭裏面 其他那些全部 我覺得都是什麼 民生的那些全部都是 很多是propaganda 是廢話來的 另一個就是經濟 當然 這是主要新聞的戰場 因為特區政府在那裡 吹噓自己的經濟 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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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很多人去踢爆他們 應該都是很重要的 就是保持清醒的頭腦 是很重要的 看新聞的目的 看YouTube的目的 是保持清醒的頭腦 而不是做一些教主的個人崇拜 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不是去聽一些你喜歡聽的東西 你可能聽一些令你痛苦的東西 對你更加有益 保持頭腦清醒 支持一下這些新聞媒體 是嗎 法庭線 我經常提及 陳婉庭這位很出色的法庭記者 是創辦人之一 他們最近做第二階段的籌款 一般地 比第一次參好遠 這個可以幫忙 我寫了它底下 在說明那裡 有的了 有些人問 在哪裡找到 如果你懂得看YouTube 或者更多 一按下去就看到有的了 不要只是被動地看 可以主動地幫忙 蔡玉玲的雜誌石 非常出色 她不只是法庭 她有法庭新聞也有說 有很多人物專訪 有很多不同的報導方式 在我超乎想像之外 譬如她剛剛看到 比如說 這個四十七人案的求情 她可以做一個聲音演繹 她那封信 即求情的人那封信寫了什麼 她可以讀出來 聽完之後 你很容易吸收 聽完之後 OK 還有廷刊 陳國明 也都是 我以前在D8 跟她合作做過節目 也都是非常出色 以前在蘋果日報做記者 很多出來的人 都很努力 很努力 去做在地的報導 當然離開了的人 比如說 這個 綠豆 綠豆現在做得很出色 而且 出品的品種都相當多 是吧 秉承著鏗槍集的精神 還有 追新聞 還有 光傳媒 這些全部 離散的傳媒 我都覺得自己支持 當然 每一個人的能力有限 我說那麼多 難道你們全部都支持嗎 自己選擇一個幫手 你會覺得你的 生活 你的生命 留下來的人的生活 與生命 會更加有意義 我在海外 我有幫助他們 我有幫忙 除了呼籲等等 我有實際的支持 令到你們更加有意義 你會覺得 既然他們很努力 很出色地 想 將香港的真實情況 告訴大家 為甚麼 你去選擇北上消費 之餘 有少少錢 可不可以幫助他們 大家放心 他們現在在香港是合法的 經營的媒體 暫時來說 甚麼事都沒有 我覺得自己支持 我自己覺得就是這樣 當你覺得 我很煎熬 不知道找到 生活沒有出路 我們那種很犬餘的生活 我不是 期望 亦都沒有得要求 所有香港人很積極向上 好像2019年 或者2019年 2014年 2019年 對於很關心社會 關心政治 充滿期望 沒有 目前的情況下沒有 我們只不過是 見步行步 見一天一天 既然有這麼多人 這麼努力 為香港人 繼續 做新聞的報道 或者做其他 還有很多值得支持的人 很多小店 書局 雖然有很多汁 竟然很困難 幫一下他們 是吧 你說我平日不是怎麼看書 看書是 你懂字的 你就應該看書 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另一個就是 不要聽那麼多 很旁杂的 尤其是那些 垃圾會裡面的人說的 不要看那麼多 可百生何太那些 無無聊聊 完全沒有營養的 所謂的 的報道 不要看那麼多 有時間 去逛逛山 去和我聊天 去黃店那裡 光顧一下 去逛逛書局 或一本你認為 有興趣的書來看 什麼都可以的 我是很喜歡看集書 所以每一本書都能夠 給你有新的知識 可以帶動得到 支持一下 一些網上的媒體 我這裡經常呼籲大家 那些 令你覺得 在一個很有限的空間 壓迫的政治氣氛下 你覺得你自己 做到一些很積極的事 幫到手 又或者 我沒有時間 我沒有錢 寫封信 給現在在監獄裡的人 你不是被人透露自己的身份 因為寫信 你可以找個中間的組織 或者他們的家人等等 寫封信 然後由他們轉交 你不能直接進去監獄裡 你不用擔心 寫信 寫信 只不過是 可能 不一定要說什麼 鼓勵的話 你說到電影 也可以 你看到電影 跟他們說戲橋 也可以 因為他們不能看 他們收到外面的人的內信 他們都會很開心 總之你很多的方法 令你 既然你已經決定不走 不要經常都說 哎呀我決定不走 我很慘 我很無奈 你決定不走 你就要面對你不走 那個現實 然後 然後 在你的能力範圍 在你的空間裏 做到 你能夠做到的事 而且那些事是有意義的 會令到你開心 做有意義的事才開心 你看完我的YouTube 不開心 你覺得很不開心 你不要看那麼多 去積極做你有意義的事 我不知道能不能幫到大家 來到這裡 其實 很多人 包括我在內 都有很多情緒的問題出現 很多波動的 我也都很努力這樣 希望做一些我認為有意義的事 令到我的情緒可以 慢慢慢慢的好轉過來 你看我 我看你好的 很多人認為 從此可以快快樂樂地生活下去 這個世界 童話故事是不存在的 是不存在的 永遠都有起起伏伏的 It's okay It's okay Not to be okay 這個我一直都是 覺得 這句說話對我來說是很重要 不可以便不可以 不可以便告訴別人 不可以便面對 不可以便會慢慢去調整 是吧 留下的人是這樣 離開的人也是一樣 我希望這番很詳細的說話 又可能對你來說有些悶的說話 對大家會有些幫助 好嗎 歡迎大家繼續跟我通訊 用不同的方法 你留言也好 你在Facebook PM我 甚麼都可以 我認為 我是有需要回應的 我也會回應大家 說得比較詳細 暫時說到這裡 支持我的Patreon 和心直口牌的頻道 多謝你收看 再見 我去的是 佛兒 第一次集會 的 J 三位 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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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